第三个试题,一杠杠保持水平,支点在左端,全长为X,在右端施以垂直向上8牛顿,及水平向右5牛顿的力,如右图所示,杠杠重量及摩擦力忽略,此时杠杠所受的合力矩为逆磁中760牛顿公分,则X应为多少。 首先我们看到这5牛顿的是不会造成力矩的,因为它的力线通过支点。 那么力矩是要力币乘以力,那么力币是支点到力线的垂直距离,那我们的力线通过了支点,那么力币就是0,所以5牛顿并没有力矩,而只有8牛顿会造成力矩,看得出来它就是所谓的逆时钟力矩。 那么我们力矩的做法是力币要乘以力,我们的力矩现在有760牛顿公分,那我们的力币不知道是X,那我们的力量是8牛顿。 所以我们算出来X呢就是等于95公分,所以第34题问我们说,则X应为多少,我们答案选的是B,95公分。